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恭喜大家熬过了骄傲月 我们终于可以报一些比较正常的新闻了 虽然这个样子的东西还是不断地会出现 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 今天我们纯粹讨论几个人 先讨论拜登再讨论川普 我们美国最近到的乱七八糟 前任总统被指控私藏机密文件 而且还把美国国家的机密给别人看了 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且想要定罪他的 竟然是美国现任的老人痴呆总统 那这个老人痴呆总统呢 自己也被指控 利用他当时副总统的身份 让他的儿子到国外到处去贿赂 到处去洗钱 整个美国政团乱成一团 现在共和党也在收集证换劾这位老人痴呆 连续两任美国总统都要被弹劾 在一个国家有这么多 这个动荡的事情的时候 不过今天是个好消息 川普的录音党出现了 左派胸有成竹地认为说 这次川普完蛋了 是这样吗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美国的两位总统到底谁会先被弹劾呢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了钱 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你拿你的钱 来支持我们这个样子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正在改变 年轻人正在对于左派掌控的世界产生反感 现在就是我们要来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刻 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观 神的大能 圣灵的感动 耶稣的慈爱 全部都写在圣经的律法当中 请一起来支持我们AI News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 翻转这个时代归向耶稣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样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到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跟你的孩子 夺回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忘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然后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础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to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川普被陷害 诬告了好几次 这一次他在法庭上面要解释的东西更多了 他是总统的时候怎么没有解密这些机密文件呢 为什么这些机密文件是在没有解密的情况下还被带回家呢 为什么没有解密还要拿出来跟记者讨论呢 各式各样原本可以四两拨千金带过的东西 说就是因为我是总统啊 这个是DOD国防部 我当总统的时候拿给我的资料啊 然后就是不然就是我拿出来就是解密啦 原本这样子说就没事了 但是却因为一个录音党 跟他自己上节目说的内容被彻底打乱 在讨论川普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另一个应该要被起诉的总统 我想要讨论的是 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弹劾拜登 拜登政府跟拜登这个人被弹劾 我是完全支持的 事实上就是要找理由说 为什么不要弹劾拜登才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里的问题就是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弹劾他吗 这个答案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肯定的 yes 众议员Jim Jordan已经开始讨论弹劾负败的总统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在桌上 但你正确的 他们正硬了 150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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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那些资料的资料 我们已经看到了 亚特拜登、Jim拜登 还有其他人的拜登家 你再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到 那些资料 最后就是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都拿到 白天和法院的法院的法院 因为这些是高判 和谈论 我觉得我们有两层的资料 绝对有足够的证据来弹劾拜登 甚至起诉拜登 这个是他多年当检察官来的 这个专业经验分享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之后我们来看看 另一方是怎么说的 我们要追求证据 追求真相 所以我们把两边的说法都摆在一起 看看哪一边比较有说服力 我相信只要有在注意美国新闻的人 都应该知道Benny Johnson是谁 他在推特上面有很多的追踪者 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 YouTube频道的主持人 他前一阵子访问了Brett Tolman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位 Tolman 检察官是怎么样看 拜登这个案子 有证据拜登在收费的资料 如果那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有关系 跟他们在收费的资料 我们现在有另一边 所以你会有货 你会有货 或是快乐 但你不能有货 但你不必有货 和那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人的 能处理一个小事 但现在我们都可以 和现在有两边 而且如果他在收费的票 他在收费的票中 因为如果您的货 和货 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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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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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封簡訊給Henry 趙 亨利 上面說 我就坐在我附近的旁邊 我們想要了解為什麼你們承諾的還沒有被完成呢 這就是要給拜登的錢的意思 跟你的執行長說 我現在就要解決這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擴大之前 現在的意思就是今晚 還有小趙 如果我接到電話或是簡訊 是這個事件相關人 但是不是你或是張或是執行長的話 我會確保我跟我旁邊這個人 以及所有他認識的人 在我能力範圍內 永遠都會把這筆籌記下來 而你將會後悔沒有聽從我的指示 我現在跟我爸爸的這個地方等電話 之後 亨特拜登的銀行帳戶裡 就無緣無故多出來了500萬美金 來自中國的華信能源的執行長 葉簡明 那這位趙亨利 流出來這個簡訊 明顯的就是 用一個威脅使用前美國副總統的影響力 來威脅境外公司來戀財 而且上面說得很清楚就是 拜登就坐在旁邊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拿來彈劾一個總統的政務了 一個前副總統還威脅人 那共和黨還在幹什麼呢? 還在等什麼呢? 有這樣子的證據了 共和黨的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聽到就是 共和黨還在努力的把所有的政務全部連起來 這個是跟剛剛這個 Byron Donald 同一段影片 然後上面是Nancy May 在說我們正在慢慢的進行彈劾程序 但是要把所有的政務跟人證全部都做一個連結 沒有錯 他們要調查 因為簡訊上面說 我爸就坐在我旁邊 簡單的說就是在威脅這位趙亨利 把他爸當成一個黑幫一樣吧 他們要調查的其實很多 要把拜登當時的手機定位找出來 因為搞Hunter Biden其實沒什麼意義 但是如果可以確定 Joe Biden 拜登就在他兒子Hunter Biden的旁邊的話 那麼就可以很輕易地 把拜登也當成是一個威脅 受惠 跟境外組織的這個間諜活動的一個人 那現在怎麼樣了呢? 根據共和黨的眾議員 Claudia Tenney 她已經給出了重要的證據整理 就是在發這個威脅性的WhatsApp簡訊的時候 2017年7月30日的時候 Joe Biden就跟他的兒子Hunter Biden在同一個地方 地點就在Wellington Delaware Joe Biden的家中 500萬到手之後的Hunter Biden OK 開著敞篷車 載著兩個妹 OK 拍照留念 然後拜登 Joe Biden 到了離家大概7分鐘的這個餐廳 這個餐廳的地點是BBC Tavern and Grill 吃飯被拍到 這一切時間 地點 還有路線圖 已經全部繳上當證據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共和黨好像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可以說拜登的兒子在寫這封威脅信的時候 拜登也在現場 簡單說就是 是拜登 Joe Biden在威脅 這個Henry Zhao的 如果這一切證據都屬實的話 那這一切就可以全部連起來 彈劾拜登就絕對不是個問題 也就是說 現在共和黨有非常強的證據 非常強的理由 萬事俱備 連東風都來了 但是 我聽說每一件事情都有兩面的觀點 OK 這裡是美國 我們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我們要保護每一個人的清白 就算是變態的拜登 我們也應該要讓他有一個澄清的機會 問題就是 拜登家族要怎麼解釋這一切 各位猜猜看 面對這樣子龐大的證據 他們是怎麼說的呢 拜登律師回應了爆炸性的簡訊 我的客戶吸食骨科鹼太多了 所以他說的話不可以被信任 報導上面說 亨特拜登的律師 Chris Clark 聲明 亨特拜登這些 可以證明的這個言辭跟行為 是在一個被毒品嚴重捆綁 跟上癮的狀態下做的 這就表示說 這些簡訊 不可以證明他的家人 有任何的關聯 對 你聽了沒有錯 他們的說法就是 Hunter拜登吸毒吸太嗨了 所以表示 Joe Biden就不可能有關係 就算他們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OK 而且就算是 用Joe Biden的名義 來威脅這位趙亨利 我沒辦法想像可以有更 no need no cold的理由了 這是左派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人長期吸毒 所以他沒辦法控制自己 那他犯罪的時候也就不能怪他囉 不然你可以怪毒品嗎 By the way 這就是毒品合法化之後的後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Joe Biden是怎麼回應的 no 跟白宮發言人 John Kirby前幾天說的一樣 Does this not undermine the president's claim during the 2020 campaign and the reaffirmations of that claim by his two press secretary since then that he never once discussed his son's overseas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im no and I'm not gonna comment further on that 就這樣子 OK 就這樣子就脫罪了 這個就是我們美國現在的法治系統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證據證明拜登是在賄賂的 我們有銀行匯款資料 簡訊 然後他們在Facebook上面公開的證明說他們就在附近 最多離7分鐘 現在我們還有可能會有手機定位的這個資訊交出來 證明說簡訊發出的時候 當下他們父子就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Joe Biden在選舉的時候公共的說謊 他說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兒子在海外的生意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 No 這樣子就好了 民主黨就是一定要相信的嘛對不對 No 就OK了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主流媒體不斷的護航 這裡是The View 自稱是共和黨的這個 共和黨員的這個 Anna Navarro 在節目上面說出他的觀點 The Hunter Biden story The Scandal The this The that It's also the story of a father's love And Joe Biden has never And will never give up on his son Hunter And will never treat him lesser than And so he is a father first Take it or leave it And Just take it or leave it I guess I will have to leave it OK Hunter Biden的醜聞 其實是一個父愛的故事 OK I can't make this up This is crazy 各位可以想想看 OK Joe Biden使用他天天吸毒的兒子 來去跟中國的企業打交道 OK 威脅外國的企業 用他在美國政府的地位 在民主黨的地位 來去收賄 利用他的兒子 用他吸毒的兒子 去搞一堆非法的商業會談 然後從中拿了好幾百萬的賄賂 然後把他兒子放在一個危險的生態環境當中 隨時都有可能吸毒過量而死掉 然後他兒子到處去找未成年的妓女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還是資助他兒子繼續深陷在毒品當中 然後不只是毒品還有人口販賣 還有運送妓女全球跑 然後這位天才竟然可以說是 這個是個父愛的故事 No Father's love is not like that Joe Biden利用了他可憐的兒子 來讓自己跟自己的家族荷包賺滿滿 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兒子 不管是使用毒品還是性泛濫 甚至亂倫他都不在乎 他這一切東西跟父愛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一個邪惡又無恥的變態 還有他親身的骨肉充滿著謊言 腐敗罪犯跟扭曲 所以以上就是Joe Biden這個方面的理由 第一個 因為Hunter Biden是個隱君子 所以說Joe Biden就不可能跟這些事情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家家有本難念的金馬對不對 幹嘛這麼認真呢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父愛的故事啊 很抱歉 我覺得只要有人的這個 有超過兩個腦細胞的人 就不會相信他們所說出來的東西 我希望共和黨可以繼續的找出更多的證據 然後定罪這一家 摧毀美國信譽 摧毀美國人的生活 摧毀美國國際地位 而且創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家人 把證據全部連起來 彈劾這個無恥的敗類 而且徹底的摧毀民主黨 跟他們所有左派的議程 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嚴重的腐敗曝光了 民主黨竟然就要馬上出來止血了對不對 方法是馬上把川普那幾段持有機密文件的音檔公布 碰到CNN上面 讓所有的人開始攻擊川普 我們其實之前都只看到這個錄音檔的文檔而已 現在他們公開了音檔 要來證明說川普犯罪的事實 川普這次完蛋啦 川普這次死定啦 他這次監獄禁定啦 那就跟我之前說川普不該上節目講那些東西一樣 東西說多了只會弄巧成拙 原本大家不知道他們說這個機密文件是什麼 原本大家不知道這些機密文件 到底是屬於行政部門的還是屬於總統檔案 因為如果那些文件是機密文件的話 那川普身為一個平民的話就沒有資格擁有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罪名來起訴他 那如果這些文件不屬於總統檔案的保護下面的話 只是行政部門就是CIA、FBI、DOJ、NSA的文件的話 那川普就沒有資格解密 現在在這個音檔出來之後 左派以為公佈音檔之後就可以定罪川普 結果反而是拿狼頭打了自己的腳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終結川普的證據到底在說了什麼 那些人很糟糕的 那是你的罪名 那是你的罪名 那是你 那是你 那是他 他應該說了 好,那是你去做一個 那是你去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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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們兩個 其實應該說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給你一個例子 他指出 那我想要去攻打 Iran isn't it amazing I have a big pile of papers This thing just came up Look This was him They presented me this This was him This wa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him We looked at him This was him All sorts of stuff Pages long Let's see I just found Isn't that amazing This totally wins my case Except it is Highly confidential Secret Look at this You attack Hillary would print that out all the time She'd send it to Anthony Weiner The pervert By the way Isn't that incredible?Yeah I was just saying because we were talking about And he said He wanted to attack Iran He said This was done by the military Given to me I think we can Probably We'll have to see Yeah Tried Tried I didn't know Yeah I can't You know But this is Now we have a problem Isn't that interesting? Yeah Look We heard Ivan And you probably almost didn't believe me But now you believe me Now I don't believe That's incredible Right Hey bring some Bring some cokes in 對 這個被顯示出來好像是 定罪川普无敌的证据 但是却彻底推翻他们之前所有的证据 因为这个英党原本要来证明的是 川普就是定罪间谍罪 而且还有持有国家机密文件 阻止司法部调查的罪 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讨论过了 目的就是要指控川普 秘密的监视 持有而且乱放机密文件 所以说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受威胁 各位听完了之后有发现什么吗 第一个川普有展示出任何机密文件吗 他的确有讨论到一个文件 而且是用一个非常肤浅 非常表面上的方式来叙述 他手上有拿一堆纸 拿来晃来晃去的 他里面可以听到他这个翻纸的声音 但是你不能证明那一些纸 他是把一页一页拿给记者看的 或是那些纸是国家的机密文件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杂志而已 可能只是说 你看这是General Millie的 OK 我有机密文件可以证明说 那东西他给我的啊 对不对 哎呀 可能就只是一个 New York Times的杂志而已 听起来在上面 好像他是在说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他给我的啊 这是哪个哪个部门给我的 谁给我的 然后呢 有机密文件 有高度的保密 请问这个是罪吗 好像不是哦 他有把机密文件乱给别人看吗 这个音档没有办法证明 那第三个就是 在这个录音档里面他提到了一点 说这是Millie给我的 是DOD国防部给我的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这个不是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而是国防部交给总统的报告 或者是建议 川普在那个录音档上面说 Millie说我想要攻击伊朗 这表示这是一封给川普的文件 在川普日总统任期的时候 给川普的文件 这就是所谓的川普的总统档案 就表示说川普有资格持有 而且有资格拿着 也表示说就算现在他不是总统了 他也有资格解密 只要他想要的话 第四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以间谍罪起诉川普的话 那你最好就是要有川普把美国的机密 卖给国外的政府这个证据 例如现在拜登总统跟印度总统见面的时候 他说的话 我只是在想 呃 呃 呃 反正 我始终没有你 我卖了很多国家的秘密 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分享 例如这样子的东西 这简直就是直接认罪了 不过后来他说他在记者会议上面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如果要定罪川普的话 至少是要那个样子的证据跟证明才可以 但是川普在这个会议当中 那个人并不是外国的政客 只是川普很熟的记者 唯一定罪川普的东西就是川普自己说的就是 这些东西是机密 我之前是总统我可以解密 现在我不是啦 所以说我才不告诉你嘞 哈哈哈哈 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 他其实没有说出来 也没有拿出来给那个记者看 事实上就是我们没办法证明说 他手上拿的那一堆东西是什么 然后现在这些文件搞了半天 就只是在总统档案法里面的内容 整件事情曝光 唯一最糟糕的坏处就是 伊朗知道我们现在美军的这个军事参谋 Mark Milley 想要说服总统对伊朗发动战争 这整段英党只证明了 川普在那个地方整理他自己的文件 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片面的谈到了一个 其实他完全有权力解密的一个机密档案 那问题就是 这个应该是要用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调查 总统的犯罪档案吗 这个是应该要用间谍罪起诉的吗 这个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吗 很抱歉 这个英党只证明了民主党在动用国家机器 在随便乱指控乱定罪 还有美国的政府跟司法部跟主流媒体串通好 来打压一个无辜的美国公民 而且那些记者看的那些文件 还不是我们说的机密文件 我怎么知道呢 这个报导来自于左派的媒体CBS的标题 伊朗的备忘录并不在那31个起诉川普的机密文件当中 根据这篇CBS的报导 这些被记录而且被录下来的文件 是这个月月初 Smith的团队用来确保可以来起诉川普的重要证据 在这个会议当中 包括一位作家一位出版商 以及两位川普团队的幕僚 里面没有任何人有安检资格 但是根据了解案情的重要来源 录音中的川普持有关伊朗的文件 并不是非法持有而且被起诉的文件 所以各位如果听得懂的话 这个流出的英党原本是要来定罪川普的最强证据 现在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川普展示的是他合法持有的档案 不是什么机密文件 他说的机密文件并没有给任何的人看 存不存在都还不知道 因为那是机密文件本来就不应该有人知道 第二个就是司法部已经被买通了 司法部已经没有所谓的司法了 他们刻意使用虚假而且不真实的方法 来去起诉川普 民主党本来有一手好牌 使用机密文件 机密文件就是除非被破解 除非被解密 不然我们就没有人应该知道内容是什么的文件 来说川普暗中 让不该知道机密文件的人知道机密文件的内容 内容是什么 我们原本就不知道 我们只看过这个英党的文案 好像川普在里面说的内容 然后好像就是让人很兴奋 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而且知道什么东西 川普之后又上节目解释的不清不楚 说我就是有机密文件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我不是总统 所以说我没有资格公开这些机密文件啊 但是我想看啊 所以说我持有这些机密文件啊 导致所有的人不知道机密文件的内容 不知道他到底给了谁看 不知道到底看了那些人看到了多少国家机密 结果因为拜登跟他儿子的关系 他们急了想要用川普这个票房良药来洗新闻 所以公布了这个录音档 反而证明了川普在节目上面的说法 就是他给那些会议里面人看的那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他被起诉的这个机密文件 原本川普可能在很模糊的情况下 他被起诉甚至被定罪 结果他们一公布了之后 反而一切大目了然 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蠢 为什么他们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一次又一次 他们不断的想要把川普关起来 透过监视他的竞选 又透过通俄门建立了一个什么调查小组 然后之后一个通乌克兰门调查小组 试图弹劾川普第一次 然后呢第二次 然后现在已经卸任了 他们又想要用这个1月6号 这个大妈游国会来弹劾他第二次 现在这次是31个文件闹了半天 还胸有成竹的发布文档了之后 想要就发露了这个阴档 结果只证明了他们除了 自己犯罪嫌疑证据一堆以外 他们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我今天想要把重点放在 The View这个假共和党人 Anna Navarro身上 他找了一堆理由来美化拜登家族的犯罪行为 甚至还扯上这个父爱 我们看到他们 好像是他们会无条件的崇拜这个家庭 他们无条件的敬畏 无条件的尊敬所有的民主党 他们就是在拜偶像 很不幸的就是 我们常常也掉进这个样的陷阱里面 就拿川普这次被起诉的案例来说 在情况不清楚的时候 他上了节目把自己抹得更黑 造成了更多的疑点更多的怀疑 要不是这次左派不知道脑子为什么不清楚 公布了这个阴档 才证明了他绝对是清白的 但是在我们讨论川普的疑点的时候 底下一堆基督徒骂的跟什么一样 说我们是 不用说我们 我啦 我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我是山羊 然后只会扯后腿 然后还叫我去看老安跟小明这些法轮功的 这个东西 要我向他们学习 然后扯一堆阴谋论的东西 还有人说川普是 U.S.National OK 美国国民 而不是citizen 美国公民 没有做任何调查 也没有做任何的思考 只是无谓的攻击 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川普就是不能被批评 川普就是不会做任何的错误 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川普这次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表彰 事实可以厘清一切 真理是最好的解释 很多保守派会把一堆问题全部推给阴谋论 发生什么事情就把什么 罗斯柴尔家族 Black Rock Vanguard State Street 这些东西全部扯出来 讨论那些东西 很有趣 我也会看那些东西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每一个阴谋论讨论到最后的结论都是 就是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太黑暗了 然后我们完蛋了 但是不用担心 谁谁谁会来拯救我们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天天看着 什么小民什么什么这些阴谋集团的 揭发这些阴谋集团的东西 知道这些阴谋集团 讨厌这些阴谋集团 震恨这些阴谋集团 然后等到我们救世主来的时候 拯救我们就好 这个是最糟糕的想法 就跟当时2020年 创红的Q一样 很有趣 很兴奋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相信任何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政府 或是任何政客 川普的确就是现在美国需要的人 但是他也有可能成为暴君 而且他的政策很有可能被左派利用 他说的东西也不是100%是好的 grab them by the pussy 是好的吗 扩大ATF的权限 在没有国会立法的情况下 用行政部门来创造法律是好事吗 让制药厂不用负责 不用赔钱 不用测试 只要在选举前制造出来疫苗就好了 反而让民主党可以用这个疫苗 没有人负责 没有人赔钱 没有人测试的东西 逼着所有的人打 变成政治的武器 是好的吗 我们不能帮任何人找借口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到真相 挖掘真相 理性思考 真正了解才可以有智慧的做出决定 不然常常我们的反应 不但没有圣经的智慧 还跟Anna Navarro一样愚蠢 谦卑的挖掘事实 坚定的持守真理 不断的认罪悔改 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要当一个自大自满 而且等着别人来拯救的受害者 知道神是要跟我们一起同工的 而不要敬拜任何的偶像 我们才能翻转美国 不然我们就永远只会被困在阴谋论里面 当一个永远不会成长的人而已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